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大航海時代起源 那今天旭哥要講一下這遊戲啊 T1最強的提督啊 就是開局最強的國家 五選一啊 要選哪一個最強的分享給大家 還有這遊戲最全禮包馬 以及詳細的兌換教學 那開局就可以拿到很多金色的轉蛋券啊 還有很多福利都可以免費入手 還有像是這個神裝啊什麼的 都在這一集分享給大家啦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禮品馬、對話馬 遊戲的虛寶、虛號都是獨家最新 好,那這款大航海時代的手遊呢 他開局可以選五個提督 那其實選提督就等於是選國家 所以開局有最強的提督 最強的國家的話 須哥來推薦一下好了 那這一次呢分別五個嘛 首先是有這個 就是葡萄牙 葡萄牙是王國探險家 約翰、費雷羅 那他每個國家選出來的提督 就是他的國家 他有不同的效果這樣 像他的這個技能組 就是技術啊 他就是海戰技術啊 什麼決鬥啊 然後提督命令這樣 每個國家每個角色會不一樣 那這個 接下來是卡塔利娜 這一隻呢是西班牙的 那其實在之前的統計啊 就是他們實測的那個各種 這個韓國他們玩很久 2022的時候就開始玩 那是以西班牙開局呢 最為強勢這樣 可能是因為這個是女角吧 玩的玩家多 然後大課長多 然後整體來講呢 各方面都比較強勢 所以最強的開局 T0最強的提督啊 國家的話 須哥是最推西班牙啦 這個難也比較大 可能大家這四個 都男角只有這一個女角吧 這個最吸引人 那這妹子也蠻香的 他還會這個跟你在那邊眨眼這樣 看一下 那他的海戰會有這個 像是肉博啊 然後這個決鬥 絕對反擊 那提督一樣 有一些像是強化艦隊肉博啊 然後應急啊這些 必中 還有生存主義這樣 都會有一些額外的BUFF 那西班牙本來就是以這個海軍 海戰艦場的國家嘛 所以開局選西班牙是蠻不錯 而且這個有送鑽喔 他好像就是鼓勵大家開局又選西班牙 他還有發放300鑽這樣 那接下來是厄圖曼 厄圖曼是這個厄圖曼圖爾旗嘛 那就簡單帶過就好 因為開局最強的已經選好了 就是西班牙了 那第一個是葡萄牙 這個第一個這個是葡萄牙 他的語言的話等級是葡萄牙語嘛 所以他是葡萄牙 再接下來是厄圖曼 然後會講阿拉伯語這樣 那一樣他會有不同的效果啊 BUFF 像是有風俗啊這些技能組這樣 那每個技能組都各有特色 因為以前王大航海時代的時候 他也是每個就是角色 就是做的很細部這樣 就是很多detail 那你可以慢慢去摸索 再下一個是英語系的 那這個是施略海盜 這個是海盜 那一樣有各種不同的技術 那最後一個是尼德蘭 尼德蘭也就是我們台灣講的是荷蘭 荷蘭那這個是地理學講師 就是小正太 好那我們看完之後呢 就知道最強的一定要選哪一個 就是選這個哪一大就對了 好這個真的是最強的 因為這個以韓版來講的話 西班牙強勢了非常非常的久 那大課長啊什麼都喜歡玩這個 然後開局有發300傳 就是這個女角奶大 各方面像肉博像這種近戰的都蠻優秀的 所以我們就選這個吧 那麼進入遊戲呢 他前面就是一些劇情啊 你可以慢慢看 或是你可以直接跳過 直接加速遊戲進行 那大家注意一下開局的時候呢 你可以取消掉那個教學 前面有這個歡迎禮物 那每月簽到一樣有很多獎勵 像是有這個 可以兌換航海士的這個箱子 然後像是有這個金幣 然後赤松那些建築的材料 這些都是拿來造船的 然後砲口啊這些東西 然後在這個比較後面的時候呢 他會有這個高級寒海士券 這個可以兌換高級寒海士 剛開始也會有這個寒海士的兌換券 那還會第15天有高級道具票券 那每七天呢 都會有這個藍鑽 就是鑽石可以領取 那會越來越多 就150、200、250、300這樣 有很多福利 就是透過千道就可以獲得 然後開服的話呢 每天登陸啊 這邊會有獎勵 可以拿到這個冒險名聲 很多獎勵這樣 委託獎勵 那優惠的話一樣 就是你船團等級提升 就可以拿到很多獎勵 所以剛開始就有轉單券 那注意一下後面還會有裝備 免費入手神裝啊 像是一些這個 胸甲 像是重劍啊這些東西 都可以免費拿 還有這個結尾托一樣 也可以拿裝備 像是貴族的裝備啊 什麼印第安戰斧啊 有沒有 很多神裝 可以在這邊入手 那開局這些獎勵都記得領一下 他這個有紅點的都可以進來領 很多福利 登陸啊 然後特拳啊 那些都可以領到 好 就領一領吧 好 那虛哥來講一下這個 大寒海時代啊 最全的 禮包馬的兌換教學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 右上角這個選單 那選單點進來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選單畫面 有一個設定 在畫面的這個 右下角 最下面這邊有一個設定 有一個齒輪 那設定這邊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點畫面 最左下角 最左下角有個帳號 帳號點進來之後呢 有點複雜啊 那帳號點進來之後呢 要這樣往下滑 要滑到最下面 有一個右下角 有一個輸入兌換券 那點這個輸入兌換券呢 它就會進入這個兌換券的網頁 那這邊就可以輸入了 那你必須要先填你的Server 就是你的伺服器 你的傳團名稱 然後填完之後呢 就是你的伺服器啊 然後就比如說 旭哥是在Blue Ocean好了 然後我的傳團呢 就叫什麼旭哥嘛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就輸入這個兌換嘛 那旭哥有最新的那個官方提供的話 會放在影片的留言區 那把兌換碼輸入之後再按確認 這樣就OK了 就是你的傳團啊 然後那個伺服器選好 再輸入這個兌換嘛 那最新的旭哥會放在這個影片的留言區 所以大家可以在影片留言區 找到最新的福利 好那最後呢 千萬要記得去領一下開舉的福利 在右上角一個郵件的選項 那點進來除了剛剛那些福利之外 這個也必領啊 像是有10萬的杜卡特 就是這個金幣嘛 然後釣魚竿 清靈之還有銅子 還有滅火招 這個東西也太細部了吧 很多很細節的東西 還有這個甲骨啊 還有這個加速券 建造加速券 以及小型傳之藍圖 那事前預約呢 有這個獎勵 一樣建造加速券 加速10分鐘 然後這個提督披風 這個蠻帥的 不錯 開局有這個神裝的這個披風啊 他叫敘事待發的提督披風 還有這個劍士的鎧腳 西班牙劍士那是西班牙的 蠻帥的 然後這個 黃金漢薩柯克船 這個是機動肉搏船 還有這個赤羊版 還有怪三角版 好很多好東西 那我們就把它領起來吧 跟著旭哥爽爽把福利領起來 那領的時候他就是 就這樣領完了 就OK了 好 領取完成 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這邊啊 這個T0最強的提督啊 那提督就等於是國家 最強的提督 然後還有這個遊戲呢 就是醉拳裡巴馬 最幻交血 以及最爽的福利 都在這集攻略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攻略就到這邊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的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我們下一集攻略見啦